新年区的U-buy租借站现在增加为4个咯 现在除了大鹏华城 捷运大平林站还有玉龙公园外 捷运7张站也能够借到U-buy咯 这个新设的租借点就在7张1号出口的对面 也就是北新路2段97项内 一够有42台车可以提供民众租借 当的里长就表示 设点之后民众的反应都相当的好 而周转率呢也相当的高哦 自从双倍整合了U-buy咯单车系统 民众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而新店除了原先的大鹏华城 捷运大平林站以及玉龙公园这三个站之外 现在又多了一个租借点咯 位在捷运7张站1号出口对面 也就是北新路2段97项内 现在也设置了U-buy咯租借站 当地里长表示 在这里设点民众的反应都相当好 周转率也非常高 它的效果非常好 它的车子的一个周转率非常的高 所以显见民众对微笑单车的一个使用率 是非常需要 是非常看好的 捷运7张站的U-buy咯租借站 一共设有21住42个车位 记者前往采访时 将近一半的单车都被借走 显见使用率真的很高 而中城里里长许昊珍也表示 将会继续争取121项在设点 来满足民众租借的需求 捷运7张站最近的两个巷弄就是我们121项 还有我们97项 那我们现在97项 我们已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样的地 因为这个地主有捐出来 所以现在是新北市政府的地 那121项更是宁静捷运站也应该要来设 可是现在因为还在跟地主协调当中 希望地主能够无偿的来提供给我们广大的民众来使用 里长许昊珍表示 U-buy咯租借站设点最困难的就是用地取得的问题 所幸捷运7张站现在已经有了U-buy咯 将有助于民众透过捷运路网进行接驳转程 而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接着新店中心宝桥路口 以及小金门友谊运动公园都将陆续进场施工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